过去每年Facebook资金长Mark Zuckerberg都会在年初公布新年新期望 不过从2020年起,他决定要放眼更庞大的目标 思考未来10年后实际的样貌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想法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1月10号 刊登在所有时代的不许新年挑战的Drogberg放眼五件事 为下个10年努力 在过去10年 我们的Facebook创办人Mark Zuckerberg每一年 他年初都会公布个人的年度挑战 但今年比较特别 他不再替未来一年许下挑战 他选择一次放眼未来10年的进展 过去他的方式是替自己在工作之余设定一个努力的方向 例如每天慢跑一英零 每两周读一本书 或者学习中文 平凡但却很切实的目标 但这10年来他因为Facebook的规模渐渐的壮大 不仅收购Instagram与WhatsApp两大社群软体 活用户从每个月1.5亿人口 成长至现在的24.5亿 成为全球市值第六高的企业 作为一位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今年选择放眼更长远的未来 他在Facebook的po文中提到 他今年不会按照过去的习惯设定年度挑战目标 而是思考自己期许当中的2030 会用什么样的样貌来呈现 他挑选出五个未来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 私密通讯会成为未来社群的趋势 因为前几年Facebook因为资料外泄 滥用个资这些负面消息 让他们的整个名声一落千丈 所以他今年在这强调 在未来的五年内 社交环境将会重新聚焦在 私密互动 以及人们所需要的小型的社群当中 所以他们要打造如同家庭客厅一般 令人安心的通讯空间 隐秘但不会被窃听的概念 第二个趋势 AR跟VR将会是下一个运算平台 Joker本认为 沉浸式的技术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相反的这样的技术反而能跨越地理上的限制跟阻碍 让分隔两地的人可以一起来相聚 所以这些科技可以帮助社会解决头痛的房价跟偏乡问题 例如人们之所以会纷纷往都市聚集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造成房价就上升 但当这样的技术消除了地理的局限之后 人们就能居住在任何地点远端进行工作 所以2020年他也会推出新VR社交平台 就叫做Horizon 第三个趋势为违行商家创造商业机会 2019年Faybook在金融领域上动作频频 先发表密码货币Libra 而后推出行动支付Facebook Pay 虽然Libra在各国仍遭质疑 没办法放行 但Faybook进军金融服务的野心仍然没有熄灭 而且他还指出现在已经有超过1.4亿个商家 利用他们的服务接触客户 不论是单纯透过免费平台或是广告 让他们的品牌可以曝光 因此他期望在未来10年中 Faybook将打造商业与支付工具 让小型商家也能利用大型企业独享的技术 到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在Instagram 透过Facebook的Messenger与客户联系 或是用WhatsApp做跨国转账 第四个趋势满足新世代族群的需求 新世代族群有许多的带解决的困扰 从气候边迁、教育费用、居住到医疗等各个面向 都没办法竊合年轻人的需求 所以他跟他太太就成立了基金会 为下一个10年再培育更多优秀的 变革的年轻企业家、科学家 给他们更多表现的舞台 第五个趋势 监管的制度要与时俱进 当今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早已经跟不上网络快速变迁的脚步 所以Joker呼吁政府应订定新的规范 为选举有害内容、隐私 跟数据转移等面向建立完善的准则 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一个社群自行管理的方案 有委员会裁决哪些内容是恰当的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不管是具体的新年新希望 或是Joker的10年新希望 大家都希望让自己跟周遭环境更好 那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我们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uncio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掰掰